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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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是真正生起黎明心 全世界的大灾们怎么形成 我们在讲经之中讲过很多次了 首先你要认识 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是我们的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转 佛在大神经里面讲的太多了 你要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你就晓得 全世界的灾难 太阳系的灾难 银河系的灾难 根源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行的不善了 因为这是我的一报 一报是非正报转的 众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定要受这个灾难 要受国报 他的认识错误 以为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 这些人做错了 我们也做错 这个观念错误了 一切人 是我们自己的人事环境 一切物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质环境 今天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都不好 追究其根本的原因 我们自己存心不好 我们自己做人没做好 所以我们一报环境如此的不劣 这个事 消灾灭难 根本关键之所在 所以自己要认清楚 自己要知道回头 以往 其心动力 无不是为自己 自私自利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搞成这个样子 心量太小了 在这个大劫难来临的时候 这一棒 这一棒很重啊 终于把我们打醒 彻底地改过自行 为一切众生 受苦 受难 这真的明白了 真的醒过来了 真的悔改了 大乘经教 佛菩萨的教会 果然有机缘落实 我们赴汤韬韬韬 再说不行 我们要去做 与佛教会 不相干的 与佛教会 不能做 对于自己 这一生 有大利益 我们也不能要 我们知道 那些东西是诱惑 那些东西是 云云情的亭头 明文立扬 世间人 羡慕的荣华富贵 这些东西 转眼云烟 后果是在三处 是苦到 你的时候不知道 觉悟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自己就 明白了 要把这些道理 这些事实 告诉有缘人 佛家常讲 佛不度 无缘之人 什么是有缘人 他肯听 他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 能够依教奉行 这是有缘人 所以我们自己 到各个地方 去弘法 首先 我们要懂得 观机 观机里的最重要 是常驻大众 常驻大众 如果缺席 不喜欢听 问信徒 还不饶 这地方不能去 这给信徒们借预 常驻没有意识学佛 常驻还搞自私自利 常驻还搞明文理 没有把佛法当这一回事 这怎么能够 这怎么能去 我们在此地 过去在居士林讲华严经 你们看到 李牧原居士 每一堂都到 一堂哭不去 这一天有事情没来 他还向我告假 无量寿经 这是讲过多遍 他在家里 听着想待 他无量寿经 念得很熟 每一天念三遍 他告诉我 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所以我看他干活很旺 睡眠不足 他为什么呢 护持正法 希望你们大家有殊胜的范围 再次地好好地学习 去佛毁灭 将来鸿法立身 朱瑟琴 这次地进中学会 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不听见的 没有不念佛的 为谁呢 为谁呢 为全世界苦难 不为自己 这是个什么道理 有时代表达 有时都从中国来的一些老法司 到这边来看到 赞他 这世界第一道 这话是真的 我们听得很惭愧 所以 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如果真的做得很好 世界哪有这些灾难 实在讲 很难得 李居思在此地领导 有这么一般 真正肯发心谢租的 可以说 群是义工 李牧原本身是义工 一分群 一分待遇不拉 顶多只在居思林吃一餐饭而已 我也是义工 人人都是义工 这里没有待遇 大家能够这样做 认真做 听命在做 我们是报佛恩 报众生恩 真正能做到 上报四重恩 才能够下集三屠苦 所以我们把知恩报恩 摆在第一尾 有许多地方 想邀请我 想把我留住 我不是人情能留住 人情 我很感激 不可以 留住我要正法 你这个地方行的是正法 你不叫我来 我也要来 如果你成的是自私之利 为自己小道场 小团体 你跪在地下哀求 我也不去 我们有那么多的时机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神 所以今天书上讲到什么是心 什么是唯 什么是疾 我们要认识 很清楚 很明白 这不是小的兄仔 不是清缓的围棋 非常严重 我们今天教人 苦口婆心教人 几个人相信 教人家要怎样怎样做 自己做不到 人家听了答很多疑问 许多问号摆在那里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摄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当年在世 说到做到 实在讲 他是做到之后才说的 我们实在是粗心大意 摄迦牟尼佛 像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 忘得干干净净 他的行仪就是我们的表率 就是我们的榜样 实在 为教会众生 为宣言正法 不辞辛劳 佛太辛苦了 佛太累了 我们在经上没看到过 叶大藏教 这种字也没看过 我们今天 怎么可以说累 怎么可以说辛苦 怎么可以说受不了 这不是佛弟子的话 母的话 魔王里面有这些智慧 佛菩萨没有这些智慧 所以在大灾难 严重违级之时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学习 这是三宝加持 这是大家过去身中 无量界累积的 善根佛德 在因缘成熟 往后这些苦难众生 我如何得度 要靠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到 你们有没有想到 你也能不努力 你能不发愤 也许同学们要问 我们善根佛德很不 智慧很少 我们能办得到吗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善根佛德 智慧更如来 无二无别 你不相信吗 可是现在没有智慧 现在没有智慧 你是烦恼盖付出 你对自己没信心 求佛 同一个恢复自信心 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期 决定得到祝福福念 福报报告 自由龙天善神 保佑你 加持你 绝不求人 世间再大福报的人 不可以开口 向他要一分钱 那是他的思绪 我们向佛求 向佛求 振礼 振罚了 这张家大师当年 教给我的 我们的心 永远清净 永远是自在的 佛教人 断卧修宣 破弥开悟 断翻成神 我们所说 就说这三道思绪 原句诸 我们对于这一切苦难众生 都做一点思绪 缘不居住 少做一点思绪 没有缘 不做 哪里可以强求呢 由于丝毫强求的心 你就不自在了 换一句话说 你就没有智慧了 我们今天求 为一切苦难众生求 绝不是为自己求 为自己求 造业 为一切众生求 这是福德 这是功德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您这一点道理还不懂吗 所以我们今天 怎样救苦救呢 那就是真正回头 把自己从前 所造的一切窝 一定要断 要断得干净 还能有修的一切善 从今天起 努力去奉献 什么是善 什么是悟 感应篇是最好的标准 因光到此 为我们介绍 佛讲了许多标准 善在大乘经论 不容易读诵 感应篇 这一千多字 他把这个善悟集中 在这个里面 句句都是佛经上所说的 所以这一部书 就是佛经的 我们修行第一步 断卧修善 就依照这个本子 来奉行就行了 转迷为乌 华言是最好的教材 博乐也是最好的教材 断凡成圣 无量寿经 是最好的教材 我们不必涉猎太多 涉猎太多了 分身 还要费许许多多的时间 在佛法里头 抓住重要的纲领 等着一句 就做到一句 这个注解里面 举了很多例子 都是讲 古大德 怎样去帮助别人 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 可以做参考 我在此地跟大家讲的 是总纲领 总纲领 总原子 是从根本就起 根本杀领 一报随着正报转 这决定是四十真相 一切法从心向身 华言讲的 为心所心 为师所变 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的理论 万法的根源 要把它铲透 我们就晓得怎么做 我们也有信心去做 真性情 怎么不能转机 希望同学们 把这段事情都想想 多观察 多体会 这四句当中 有一句 恶人之善 什么是善 也要把它认识清楚 世界 所有一切好事 架杂着私心在里面 就不善 它有百分之九十 是为公众 里面还架杂着 百分之一为自己 不善 毫无私心 那叫纯善 我们要把标准提到 这个进去 也许同学说 这个境界太高了 一般世界人做不到 我也想 我们自己要提升到 这个境界 要求别人就不必了 要求自己 要纯善 要求别人 人家 百分之九十为自己 百分之十为别人 不错了 很难得了 为什么 他没觉悟 他不了解 四十真相 觉悟的人 决定不可以 加百分之一的私心 都不可以 我们在这里天天讲 天天劝 总希望诸位 一下醒悟过来 劝的时候 好像醒了 明白了 我们立开这个桌子 又糊涂了 又迷了 所以 世贞 劝人 要劝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究竟有多少人 醒悟过来 不读 真正醒悟过来 少数人 这个少数人 就是根熟的种子 还没有回头的人 都没成熟 没成熟 让那些成熟的人 继续着 再帮助他们 正法九度 代代都有传人 这个众生才有福 现在教训 比过去 要艰难的多 无论在德行 在智慧 说实在的话 都要超过 古来的祖师大德 才能挽救世运 跟古来祖师大德 同样的智慧 和同样的智慧 都能救不了 这个世界 我们不争干 怎么行 不争干 不但帮别人的忙 不但帮别人的忙 帮不上 救自己也救不了 真的有能力 帮别人 你就能 自己就能得到 自他 不二 都要不争 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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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争